詞文字幕 李宗盛 曲名字幕 李宗盛 本來就是用粉材 粉材基本就是乾掉的顏料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粉材餅 顏料就是餅的意思 它個人一定是要在現場去完成這些畫作 他沒有辦法說用拍照回家再繼續做畫 所以他必須待在現場 那有時候有一些很尷尬的地方 比如說路人也會盯著看 但是他卻都不在乎這些 就是說他一定必須要感受他畫的東西 而且是在當下在現場 所以有時候 我會整個部分 所以我必須選擇一天 當我會有很多人的力量 然後我會有很多時間 然後我會有很多時間 有很多 practical考慮 但是我認為這困難度 要確保所有這些東西 都在設置 其實幫我的工作 是更好用的 但是很難解釋 所以 有時候我會開始 然後停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進去 然後再繼續 但是 我常常都會做 一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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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因為在現場 所以 本身藝術家就是很需要靈感的這個動力 那不一定每一次去 在現場都有感覺 那當他有感覺 可能就會停留非常久的時間 這樣 可能四五個小時 那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 可能半個小時 他大概就會先打包回家這樣子 所以 這張照片 是 一個 這個 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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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的家庭他住在在Vancouver上是這裡的建築物 我實在住在Victoria, 我大概有六個小時, 我走到廿路, 我走到廿路, 但我有家庭在 Vancouver, 所以我很多次走回到温哥華 我會在温哥華的畫面 這一幅呢 它群景是在加拿大溫哥華的中國城 這個China Town的地方 因為它其實是住在溫哥華島 這個城市叫做Victoria 其實也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那它是在一個島上 所以它如果每次要去到溫哥華的地方 大概都要花六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還要搭船還要開車 所以不是說很容易 但是因為它有一些家人在溫哥華 所以它常常這樣往外 那事實上我們以前 我住在維多里 還要讀書要回溫哥華 也是要這樣子來來往往 其實搭久了真的是滿煩 就好像一直在搭火車這一件事情這樣 所以 如果你看到一位我的畫面 你會不會像我像不像一張畫面 它不會像一張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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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畫面 the shadows change and it gets sometimes darker and some lights start to come on there will be a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times in the same picture and that again I think is a positive thing I don't want my paintings to look like a photograph I want them to look more mysterious and personal I want them to create a mood and a feeling of connection to the place 基本上我覺得他的意思應該是講說 因為他一定在現場上畫 那在現場畫時間一長 其實整個畫面是會變的 尤其是我們可以從畫裡面的光影去發現這件事情 因為光影就是代表時間 那他在當下畫的時候看著景色時間一直在變 影子的位置也不一樣也拉長了 所以他的畫作裡面在陰影的部分 其實是很活的很變化的 因為他根本不在同一個時間點上面 他既不希望說他的畫作像相片一樣 也不希望說他一直是一個單一的定點的時間 所以有時候他的陰影並不是說我們 理性上去看到這個是一點的陰影 這是三點的陰影 所以這個在他畫裡面是蠻有趣的一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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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